多元成家我支持 大家知道今天伴侣盟 其实是要把我们研绎三年的草案 包括有三套民法修正草案 一套是婚姻平权 要让所有不分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的人 都有选择婚姻的自由跟权利 所以婚姻平权当然也包括了同性婚姻的合法 不过也不只是同性婚姻 跨性别的无视配偶的案例 今天他们也来支持我们的多元成家 因为性别二元对立的区分方式 事实上只是会阻碍幸福的可能 第二套制度 是民法的伴侣制度的修正草案 伴侣制度是伴侣盟推出的一个创新的制度 这个制度是给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包括异性恋 同性恋 跨性别 还有阴阳人 所有不同的这种多元性别的人 只要两个人愿意相互扶持的话 都可以签订伴侣契约 然后第三套制度是家属制度 家属制度是把我们民法第六章加这一张 就是救救庄新平 让非亲属的团体 所以是包括两人或两人以上 譬如说病友团体 有伴家庭 还有一些灵修团体等等的 他们呢 如果有共同生活的意愿 也能够去登记为家属 彼此在生活上作为代理人 然后互相照顾 我跟我的伴侣在一起已经十四年了 在这十四年里面 我们双方的家人都非常的支持我们 也非常的爱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能结婚不能成家 两个人相爱有影响到谁的权益了吗 一男一女还是可以结婚 还可以生小孩 那原本的权利影响在哪里 同性恋都不反对异性婚姻 那异性恋为什么会打压多元成家呢 今天来宋朝案 就是来实现这个基本人权的第一步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 可以利用他的宗教信仰 来评断别人的婚姻或者是家庭 最希望孩子能够结婚的就是我们 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是异性恋 我们要特别强调 我们跟一般异性恋的夫妻 没有什么两样 今年我结婚三十年了 所以我们最了解婚姻的意义跟价值 而且呢我们要特别强调 很多人不了解同志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就是被我们这些普通的 异性恋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所以呢所有的异性恋的父母亲 你都跟我们有一样的机会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是同志 我们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孩子也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他们当然应该可以成家 当然可以用任何多元成家的方式 成立家庭建立自己幸福的乐园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我是一个残障者 很多的残障者在社会的资源 以及在经济上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匮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的残障者想要去成家毕业都很困难 在追求办理的过程当中 因为身体的部分 因为经济的部分 比家庭都隔绝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在今天的个多元成家的法案里面 所谓的个多人家属这一块 其实对台湾的残障者而言 非常非常的重要 让很多的残障者在老年时候 有一个伴 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不要再孤苦伶仃了 那如果都是爱 为什么只有你的爱才是爱 别人的爱就变成异端 别人的爱就不能被容忍跟接受 所以我们愿意全力支持 请不要用选票来威胁我们 我们习惯当少数 我们也乐于当少数 我们觉得在一个社会 真正民主政治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在于少数的意见 能够被保护 应当要让少数的声音 能够喊得最大声 胜利的象征并不能够代表 真正爱的结合 我们觉得心灵的结合 才是真正一个家庭合体的基础 然后很愿意 在这个跨时代 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 一个法案的统络过程 那么我想这个法案的过程 可能会非常的艰辛 但是为了让这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是平衡的 每一个都是被推动的 我觉得这个法案的推动 是一个具有非常关键的历史意义 法律上如何继续独追异性恋 如何继续独追以婚姻为形式的家庭形式 那么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必须是多元平等 法律必须是保障人权 而不应该成为歧视的来源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合法化的运动 这更是一个消除歧视的平权运动 所以我知道这三套法案 或许立委支持 目前的情况难以整个不一 但是我们有心理准备 我们在场所的朋友都努力辛苦 这么多年这么久 我们有心理准备用最大的诚意 来寻求最多立委的支持 寻求最多社会的支持 我请我们的秘书长简智杰 做一个象征性的仪式 把这个草案送给支持的立法委员 支持我们的多元成家草案 那其他的朋友请跟着我一起喊口号好吗 好 婚姻不止男女 婚姻不止男女 成家不见夫妻 成家不见夫妻 日有恋爱 平等成家 平等成家 那我们知道今年三月二月底 来到台湾的这个十位国际知名的人权专家 他们来审台湾的两公约的国家报告 在他们最后所作成的结论性建议 第78点跟第79点 已经明白指出台湾的法律 现行法律 只支持跟只承认异性恋婚姻 不承认同性婚姻 以及同居伴侣的关系 否定了同性伴侣 还有同居伴侣许多的权利跟利益 这十位委员共同认为 这样子的法律建制是歧视性的 并且直接建议我国政府应该修改民法 承认多元家庭 像我们的草案立刻就被说成 这个是乱门合法化 我们的草案立刻就会被说成 说这个是多批合法化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反对我们的草案 然后就会做一些很可怕的这种 台湾深层的某一种恐惧会把它闪动出来 宗教的保守的恐童团体 他们强调说我们的多元成家草案 会造成所谓的毁家废婚 其实只是在操作一种恐惧的策略 也就是说诉诸就是说好像既有的伦理秩序会崩坏等等 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有任何的东西会崩坏 事实上是所谓的异性恋霸权跟父权 我们社会已经有非常多的异性恋 他们因为种种因素而不结婚 选择同居 那伴侣盟的草案是给所有人用的草案 并不是给特定的群体用的草案 甚至我要说这些反对者 他们每个人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用到我们的草案 但是没有关系 将来我们草案过了 他们也会是受惠者啦 那我们认为会被毁坏的是恐童的歧视 那这个东西的毁坏我们是乐见的 因为只有恐童的根基被松动了被毁坏了 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更平等 这三套制度呢对伴侣盟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多元成家 也就是说不只是同性婚姻 我们还要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 我们在立法技术上将会是拆成三套草案 来进行分别的进行联署复委以及立法 这是未来要避免就是反对的意见的集结 也避免一个零和 希望争取最大进步最多的支持 让支持的人可以就是说 在他不会因为就是对其中某一些制度 还有一些保留或犹豫 而导致就是说整个草案 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 我们原本的目标是2016年 也就是这一届立委的任期结束的时候 至少要取得阶段跟部分的一个成果 这样子那我们会非常希望至少三套法案中 其中有一套是能够完整的 我们在游说的过程非常清楚的就是婚姻平权 是比较受到委员的理解跟支持的 对然后很多的委员也会愿意告诉我们说 他们愿意签署愿意联署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的理解这是一个平等的价值 对但是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比较是一个新的亲密关系的一个讨论的制度 那在台湾确实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讨论跟这么多的理解的情况之下 他们认为确实可能还蛮需要社会的头 必须要承认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 比方说在我们的媒体上面 甚至我们的群众上面站出来 就是愿意站出来说他们就是需要的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人也比较少 老实说也是少一些 对所以我们确实也还蛮需要就是支持这样的制度 并且认为这样的制度非必要 一定要通过不可的这些人愿意赶快站出来 愿意赶快的来捍卫他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感谢观看